核數有兩條直線 一個叫L1一個叫L2 L1是起 S加AY加B的A0 L2是起A加CY加珠的A0 然後幫你判斷一下 這AB系數的正負號 這樣可不可以 帶你看一下L1 我講過直線寫法有兩種 一個叫做什麼 標準是一個叫什麼 斜結式 那判斷正負號是你看一下 這次要判斷是AB的正負號 你看一下L1是什麼式 是標準式的線法 所以L1劃下來 有什麼感覺 L1劃下來 劃過來是告訴L1主要在第一下線 第一下線 這第一下線A軸結局什麼號 正號 Y軸結局什麼號 正號 所以A軸結局老師假設正一 Y軸結局老師也假設正一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對L1而言 A軸結局是正的 Y軸結局是正的 Y軸結局是正的 所以L1寫出來是1分之S 加3 1分之Y 等於1 相信不行 之後把1不完 所以L1寫出來 S加Y-1等於0 在前面 領導係數是正號的情況之下 老師可以推得 這A要什麼數 A是正數 對吧 這B是什麼數 複數 這樣行不行 各位 好 L1看完B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條線 我們再看一下L2 這樣行不行 L2一樣 把它畫畫看 L2是降化 對吧 降化告訴在第一下線 第四下線 對吧 我去假設 這A軸結局是正號 Y軸結局是什麼號 符號 我一樣 我大概大概 A軸結局假設成正1 Y軸結局假設負1 老師 這什麼又是1 這就是1 我講過 我這時候只在乎正負號 好不好 我只是把數字用簡單 用單純一點來判斷就好了 所以說告訴L2怎麼寫 A軸結局是1 Y軸結局是起負1 所以L2可以寫1分之S 加上負1分之Y 乎1 把1項 所以S-Y-1等於0 所以一樣 在領導係數是正號情況之下 有沒有 這X和這X正號情況之下 告訴我C是什麼 負的 數也是什麼 負的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來 告訴我 第一個選項 C大於說 第二個選項 A小已經錯 第四個選項 B小已經錯 B小已經錯 所以答請出 OK